在选择留学的时候 尤其是选择澳大利亚的时候 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我为了能在澳大利亚留下来 只能去做这个房产中介 大家好 好久不见 这个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录视频了 因为一直也没有一些好的观点 觉得自己之前的观点说的也差不多了 不过最近有一则新闻 又掉起来我的胃口 我还是想再聊一聊 就关于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 然后由于禁运 就是澳大利亚的煤炭进不到中国来 然后澳大利亚的澳币 就迅速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为什么要今天想聊聊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是有感而发 因为我知道这两年澳大利亚留学 虽然中国人是在增加 但是它的就业量却在稳缩 然后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保护当地的就业机会 给中国留学生发绿塔和工作签 可以说是越来越强 这也充分体验出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经济 在下滑 越来越严重的依赖于资源 以及中国对资源的巨量的胃口 因为我们是个留学频道 就想聊一下大家在选择留学的时候 尤其是选择澳大利亚的时候 要好好的考虑清楚 到底要选什么的专业将来要在哪个方向发展 因为现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希望能在国外找到工作 先工作一段时间 毕竟你在澳大利亚留学 当然是希望在澳大利亚找到工作 无论是你将来想留下来移民 还想回国 有一段工作经验都是可以说是非常有用 而且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国内的公司它不但要求你有留学经验 还要有工作经验的当地 基于澳大利亚现在这个状况 我又查了一下澳大利亚当地的一些数据 经济数据 发现澳大利亚的经济是严重依赖于资源和旅游 还有就是炒房 澳大利亚说白了就是一个 靠卖矿产资源作为自己的福利和基建的一个依托 然后招一帮富人去旅游 去买房 去炒楼 他的那个房市也是高度的杠杆化和泡沫化 来那个实现他经济持续的运行 而我知道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去澳大利亚学的很多专业 比如说商科类的 工商管理和人力资源 社会学 还有这些人文社科的其他知识人心理学 可能就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学这些专业 在澳大利亚毕业后 找到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有多大 自我看来是极其渺茫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严重的单一化 他的经济说白了 跟沙特拉伯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他没有很好的高科技公司 大公司 像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 百度 京东 还有华为之类的 或者是美国的Facebook Google Apple 这种大的公司能够提供大量的聚业机会 他很少 主要还是依赖资源 这样的话你学的那些商科类的东西 还有那些工商管理 还有会计 精算 法律 其实很难有用务之地 这个也是我看到很多人在抱怨 就说最后搞来搞去的加拿大学了会计 考了会计证 去学了精算 把经济师就考出来了 最后的结果为了能在澳大利亚留下来 只能去做房产中介 或者是考旅游 当然我之前也讲了 因为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现在仅有的产业也就这么点 有那么一点点制造业 当然这个制造业基本上也是处于那种被中国票打垮的状态 大家自己脑补一下 可能过几年就彻底没有 当然他卖石油 他的石油装备有一点是自己的 但是绝大部分也是进口其他国家 你如果学了工商管理 那你最后你如果学了会计 你如果学了精算 你费了那么大的努力 那么大劲 你考出来之后 你发现这个市场上 没有能够提供给你施展才华和拳脚的工作岗位 这个时候你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 比如说你在澳大利亚本地找到工作 如果你原来的计划是澳大利亚移民留下来的话 那你的计划基本就泡汤了 当然有些人会讲 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可以回国 我可以回到中国来 当然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刚开始也讲了 回国是需要很大的 往往是需要一定工作经验 才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澳大利亚目前的学校 在国内的HR那边 人力资源那边 在国内这些高管面前的分量 是严重不及北美 尤其是美国那些学校 你可能要跟美国毕业的学生坐在一起竞争 那无心中我认为这个青春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位于南半球 中国位于北半球 这是我讨论另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讲的 回国就业 留学生相对于国内学生最大的劣势是没有实习 实习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校的实习 一种是暑假实验的实习 你学期在校实验的实习 兼职实习 你一般在学校上课 一般在公司实习 这个留学生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暑期实习 美国的很多 我知道美国很多学校的学生 是会跑回国内实习的 尤其是他在美国没有找到机会 或者他将来毕业就打算回国 他就跑到国内来实习 加拿大有很多 这种比较多 但是澳大利亚就没这个条件 为什么 因为国内放暑假的时候 澳大利亚再放寒假 澳大利亚的寒假 和美国的寒假一样 可能只有不到20天时间 而当国内在过春节的时候 澳大利亚又在放暑假 那个时候国内的那些公司都关门 回家过年了 寒假最多提供一个月的实习机会 或者是半个月 你回来之后要去跟国内的那些 学生 来自美国的学生 去一起竞争 那么有限的半位的工作岗位 这个困难可想而知 而你的学历本身又没有占优势 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聊聊经济政治 那么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留学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现在想想 尤其是我联系到澳大利亚最近这个例子 然后另一方面又想联想到中国的学生 这几年在澳大利亚是连续吃鞭 都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经济在不断的下滑 而去这个国家留学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想清楚 到底自己将来要过什么车祸 自己将来有什么打算 做出相应的对应 以便于到时候不要出现毫无准备 就是陷入一屋两难的境地 谢谢